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看上你家丝线也算你的本事 不是我王婆卖瓜 要说这惊喜程度 我皇亲丝线房绝不输任何一家京城大丝线房 别加一根丝线最多能分出三十二股 我家能主整多出一倍呢 行了 行了 日后叫你丝线黄得了 丝线黄 这个名字妙啊 对了 嬷嬷 您上次提过一嘴 说吴先生的新秀样上有紫锦花 不知那紫线是哪家丝线房供的 那紫色丝线 不是一般丝线房能染出来的 淮州府里好几家丝线房都试过了 先生啊 都不满意 我上次回去以后啊 便随手试了试 有深有浅 色都是急正的 您要是方便 顺便帮我拿给吴先生瞧一瞧 成吧 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你随我往先生书房一趟吧 有劳嬷嬷 先生觉得如何 也是你的机缘到了 这批绣品是要送往京城的 可就缺这紫线 先生交代了 这批丝线就交给你负责 不过啊 这次不同以往 两大时间紧 你们黄继做得来吗 能做 我们能做 先生还说了 若是做得好 今后烟雨绣楼的丝线 都有你们来供 请先生放心 这批丝线 我们黄继必定做到最好 行了 先去库房吧 掌柜的 如恒了 成了 太好了 这批丝线做好 以后我们黄继 就会成为烟雨绣楼 唯一的私线供应商 这生意何愁做不大 好 没事 门南 先下去吧 但那无怜和烟雨绣楼 如今正在风口浪尖 正因我们无关 现在耽误之急 就是要尽快把那批丝线给赶出来 言语修楼只得我们十日的时间 我回来路上就算过了 如果我们所有人可以日夜赶工 这批线是可以赶出来的 哪怕 多加些工钱 哪怕是加人手也好 加工钱也罢 你尽管安排 现在不是赚账的时候 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张会的 您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同您说过 娘家有个表妹 就是 刚成亲她官人得废牢的那个 对 她婆家呀也是个厉害的 不愿意摆养一个闲人 将她给扫地出门了 娘家更容不下的 实在走投无路了 托问问 咱黄金海要不要有人手 会放线吗 放线 我这里又不是慈悸院 你这批线 她真的同事 被子 这种 哪怕 对 人能 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你今后向你妹妹过的日子嘛 爹 你们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啊 这些又是我家送来的聘礼 爹 这些东西为什么在咱们家 为什么不扔出去 如兰 爹娘都是为了你好 这无娘子的话不无道理 咱们在公堂跟吴莲对峙到底 就算最后告赢了 你这一辈子也毁了 我不在乎 你好 爹 福哥 你说过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支持我的对不对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退回去 我不叫 我不叫 我不要叫 小妹 我 哥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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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为什么连我爹你了 都不懂我究竟在意的是什么 我懂 如今我没有了送尸 只要再找到新的人证物证 便可以重新升堂 到时候只要赢了案子 吴连便会收押 你爹自然会打消 把你嫁进吴家的念头了 那我们会赢的对不对 走 走 车来了 赶紧把这些都搬上车 好的 听到外面的传言吗 什么传言 烟雨绣楼那案子 他们议论的 就是那次上门的小娘子 你理这些做什么 他们说的 我一去也不信 那小娘子 就和咱家儒儿一样 都是被那吃人的烟雨 羞楼毁的 儒儿已经不在了 再想这些 已是无用 明天一早就启程 以后 再怀入福利的事 跟大妈就没关系了 这个帕子 是若走了以后 我们收拾东西的时候 在书中台最里头找到的 这上面记录着 她在烟雨绣楼时 那个姓吴的畜生 对她都做了些什么 若没有这个帕子 我怕是这辈子 我怕是这辈子 都不知道我的儒儿 都经历了什么 您当真想好了 若是这帕子 我在宫堂上拿出来 怕是我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成为第二个儒儿 你也有娘亲 你也有娘亲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吴莲 为她做的事情 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们也ル détest 归女 好好活着 活着比什么都强 婉儿 娘 怎么这么早就歇下了 今天有些乏了 就困下了 我呀 给你新做了几套衣裳 下次见成哥的时候 记得换上 你哪来追些钱啊 跟你这样的爹过日子 这么些年 总得藏点钱 不过你可千万别让你爹知道了 我已经给你外祖母去了封信 求她促成两个小辈儿的亲事 娘 就实在是有些累了 好 好好好 那你早点歇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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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手 又很累了 Constantly 你老是有一个派的 人 是 人 你老是 你老是 什么想这儿 只能乱得 若是我现在就拿出来 恐怕 未必能等到升堂的时候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只要能求到一个公证 我早就已经豁出去了 若是您不肯升堂 我就只能再去敲那堂鼓了 升堂可以 但如果这一次 依旧没有确凿的人证物证 那本官就驳回此案 这次我定能证明 夫人 陈知府方才差人来回禀 说是吴先生的案子 又升堂了 下去吧 是 这小姑娘倒是挺有能耐 可以逼得陈知府如此 此事看来不会善了 夫人 咱们要不要 就算真的应该要 也应该是她无怜 主动来求我才是 夫人所言即是 陪我出去走走 我已设法在京城 提前打顶了一番 所以这次国朝回礼的礼丹中 烟雨秀大有希望 我又怎么会让吴莲 在这个时候出什么劲了 不过让她受点挫折也好 让她知道 在淮州府如果要立足 定然是离不开 宁国公府的庇护 可国朝回礼一事 事关重大 若是让人知晓 咱们国公府插手此事 会不会烙人画饼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但是如果不争 宁国公府 可能很早就已经败了 宁国公走得早 其实淮州这里 大大小小的官员 个个都是人精 你瞧瞧那陈之府 前三年我的生辰 他居然敢说不来 但最近也变聪明了 淮州府里面 无论发生了什么大事 他都会派人向我来报备 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世道 只要你不争 就会输 我这辈子最听不得的 就是输子 宛儿 娘看你人瘦了 脸色也不好 娘把压箱底的一只簪子卖了 给你换了点不身子的药材 来 我身子好着呢 娘 我赶紧出门 回来就喝 等你回来药都凉了 这都是上好的药材 赶紧趁热喝了 走了 婉儿 你这是要去衙门吗 外边都传开了 说那个案子又要升堂了 娘知道 拦也拦不住你 你要去便去吧 只是你这身衣服太艳了 不适合上公堂 换身衣服再去 快点快点 休息 休息 不要 休息 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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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休息 快点 唐下何人报上名来 在下赵宇成 乃是令如兰的诵诗 本官怎么不知 你还请了诵诗啊 令娘子是规格女子 对本朝律法自恃不通 今日便由在下替她分辨一二 将事实的真相说出来 那日吴连在堂上曾说过 是你为了习得休矣 请她私下指尖 也是你为通情爱主动勾矣 知府相公仅逼一面之词 便相信了她 未免太过偏颇 偏颇 那好 你说说看 如果你说的都是实情 为何没有第一时间报官 既然当时没有报官 现在为何又突然宿住公堂呢 自古女子的贞洁便大于天 令娘子在秀楼失了身 又遭了哄骗 自是不敢第一时间声张 那现在就可以闹得满城皆知吗 那是因为 令娘子已经看穿了无联的虚伪 带着燕羽绣楼中 像她这般的受害者 不止一个 行了 娘 娘 先走了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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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见着孟晚了吗 走 本官倒是记得 当日在堂上你是说过 还有很多受害者 但我让你报上名来 你却又不知 这不是空口白牙吗 这次 我有证据 那呈上来看看 这方帕子的主人名叫丁如 也曾是烟雨绣楼的绣女 如若相公还记得 就是前些日子 在烟雨绣楼里 坠井而亡的小娘子 这方帕子 一字一句地记录着 丁如在烟雨绣楼里 所遭遇的一切 丁如踏入烟雨绣楼不足半年 便丢了性命 她的死并非意外 而是自枪 没事我记得 她不就是未成婚变了野种吗 没脸见人呗 死不足夕 那你们可知道 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何人的 谁知道她自己 跟哪个野男人鬼混的呀 不是啊 该不会是吴先生的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没错 是吴连监误了她 丁如性子软 经历了此事之后 自是不敢声张 不久后她便发现自己怀了身孕 更是绝望 可那吴连又是如何做的呢 她不单对丁如的哀求不闻不问 甚至还威胁她 说她如果把此事声张出去便毁了她 丁如草头无路 才选择了头九 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就这么被逼死了 真的 真的 我听着 那不就是编的 那判子不就是正义吧 我不就是 要是我一个是这个 怎么可能个个都是啊 我记得那丫头的年纪 好像跟我家闺女差不多 真是造孽呀 亏得我没把我家那个 是我业余秀楼去 真是存上保佑吗 肃静 一张帕子能说明什么 而且现在丁如已死死无对证 你们又如何证明 这帕子上写的都是实情啊 这业余秀楼中 有不少的秀娘 嬷嬷 自是知道些什么 大人若不信 大可传唤他们 挨个儿前来问话 来人 相公 去烟雨秀楼 把秀娘和嬷嬷 统统找来 是 人呢 人呢 该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 因此 王儿啊 娘都是为了你好 咱们趁着日子前 反正表情太落了 越往后面 可我还得让别人出见哪 娘 你快 你好好在家待着啊 娘趁早啊 会尽快地 把你的婚室递下来 让你嫁出海中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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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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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不会害你的 你是娘肚子里出来的啊 娘不会害你的啊 醒了就过去了啊 醒了就忘了 快走快走 听说有人撞过烟雨秀楼的吴先生 快走走走走 你们可曾有人见过 吴连同丁汝有亲密接触的 这烟雨秀楼的内院 只有女子 丁汝肚子里的孩子 不会是凭空而来吧 可那外院还有小厮呢 又不是整个秀楼 只有先生一个男子 那你们又有谁见过 丁汝与小厮有往来的 我好像见过 详细说说 岳墨市两三个多月之前 有天夜里 我从秀房回去 有些晚了 我经过外院墙边时 看到丁汝 同外院小厮孙才在那里 看起来有些亲密 我没敢多停留 就赶紧回厢房了 嬷嬷您是不是也见过 是啊 我的确也见过 那丁汝啊 经常偷偷溜到外院的杂间里 去见那孙才 有次被我见着了 我还训了他几句呢 那孙才人在何处 把孙才带上来 是 下跪何人 回知府相公 小人便是孙才 本官问你 你同丁汝究竟是何关系 我 我 若不从事找来 本官只能行训了 是他先供应我的 他肚子里的孩子 我身后来才知道的 这不管我的事啊 你胡说 知府相公饶命 知府相公饶命啊 真的我不管我的事啊 知府相公饶命啊 饶命啊 知府相公饶命啊 若是这丁汝同这孙才 真的有死情 那这帕子 你又是从何而来啊 你莫要相信他们的话 这帕子 是丁汝临死前留下的 这帕子上的每一个字 都是真的 知府相公 此事在下之前未能查清 确有争议 既然丁家父母尚在 不妨 将他们传来疑问啊 这丁汝与死在烟雨修楼 那丁家父母定是心还怨恨 他们说的话又如何能作数呢 这倒是不难 您仔细看看那帕子上的字迹 再请丁家父母 取一些丁小娘子生前的字帖来 一对便知 是 大胆令如烂 竟敢伪造证物一刻之罪啊 我没有 这不像 您说令小娘子伪造物证 可有证据 你刚才说这方帕子上的字迹 是丁汝死前留下的 可本官刚刚看了 这上面的墨迹分明就是新的 断然不会超过十二个时辰 丁汝已经死了半月又 怎么 你还想狡辩吗 不可能 你是说本官当扛诬陷你吗 那帕子 是昨夜 丁汝那娘亲手交给我的 不可能有假 那你就是与丁家父母共谋此事 来人 把丁家父母带上来 相公 我同丁家住在同一个巷子 他们一家人今日天刚亮 便举家离开淮州府了 此刻怕是已经出城走远了 跑了 那定是心虚才会逃跑吧 令如兰 你还有何话讲 知府相公明察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不管是丁汝也好 还是上次的柳三娘也好 我们都没有骗人 绣楼里那么多的绣女 知府相公您若是不算 不尽的话 可以一个一个去查问 此事却有道理 若是能把那柳三娘给寻来 定能问得清楚 可这柳三娘当初 是被赶出的烟雨绣楼 是否会 隔着是被赶出去的 我说嘛 这为什么好好的 烟雨绣楼不待着 非要跑去做青楼妓女 这种人 肯定跟丁家父母一样 去烟雨绣楼心怀仇恨 就是想陷害吴先生了 我就说嘛 当初我就觉得 他俩是合谋 肯定是合谋 没错 该不会真的如他们所说 是你我同丁家父母和柳三娘 是你 是 是 什么 这帕子 是你换的 这跟昨夜那方帕子 根本就不一样 除了你 没有任何人有机会碰他 这 那个小娘子可不能胡说啊 这个罪名在下可承担不起 若不是之前 你诚心前来求我 我又看在表妹的份上 动了侧隐之心 才接了这个案子 我同意无言无仇 为何要害你啊 这物证确实是伪造的 是赵宗是伪造的 知府相公 请明鉴 你叫我如何明鉴啊 你是说 你呈上来的物证 说是你请的宋师伪造的 等你们私下对好口供 再让本官明鉴吧 警察 你们这来的物证 你这样的物证 真 真不好意思 又怎么样 你今天秤诺 放下心 什么啊 都不心 公园 在宇宙 很开心 赞 还很开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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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不懂事 我们不告了 不告了 不告了 这里是公堂 岂容你们如此儿戏 知不相不恕罪 是我们不好 是我们冤枉了吴先生 我们可以当面致见 还望你网开一面呢 爹 逆如兰 本官念你是初犯 只要你撤回壮旨 本官可以既往不咎 我们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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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们撤 退堂 你撤回来 为了你的事情 整小整小的流泪 你瞧瞧 你瞧瞧你都干了什么事 亏得我们还相信了你 快告诉娘 到底怎么回事 跟娘回家吧 跟娘回家吧 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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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倒是没看出来 你是个傻的 你瞧瞧 到头来连这些你最亲近的亲人都不相信你 还好我没有真的犯傻 我走了就没有让你们任何人出来帮我作证 可你们为什么要说谎啊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真的告怨得又如何 我是谁 自毁有律法 我让你收拾 没错 无怜是会被定罪 言与绣楼可能会倒 但更重要的是 那些曾经所有踏入过言与绣楼的绣女 无论他们有没有被侵犯过 他们的名声 也就全都挖了 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吗 这件事里根本没有属于我们 你是在维护 你想要维护的生女 他们也一样 这件事你从一开始便说了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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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哎 干嘛呢 可以疼了 你的身子骨都这样了 还想凑着呢 完了 那姓林的小娘子啊 都已经认罪了 就是她冤枉了人家吴先生 赶紧走吧 你 selection 雪 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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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命啊 好 方才那场戏 吴先生可还满意啊 吴先生 令如兰这几日 在淮州府四处找宋师 他要找宋师 那便给他一个 您的意思是 咱们找一个宋师给他送去 主动送上门的 他未必放心 还得是他求来的 先生所言及时 每一位进入烟雨修罗的女子 都会有人将她们的家世背景 还有清卷调查清楚 我若是没记错的话 孟晚有一位表哥 在做宋师 还有些敏捷 可这孟晚与令如兰 很是要好 要的便是如此 你却将此人的底细 调查清楚 摸清她的软肋 将她引来淮州 你却将来淮州 至于后面的吗 孟晚自会替我们完成 去吧 是 可是 我就为日月介绍 敏头 吴安说你要见我 是 我原本以为 只是装无宽痛痒的乌康 可见了那令如蓝我才知道 这里头大有文章啊 赵宋师大可直言 不必绕腕子 我就是觉得吧 这人是我自家表妹带来的 我这么做不太合适 您说是吧 酬金可翻倍 不是钱的事 钱只是一时的 我想要的是 长久的收益 你想把生意做到淮酒府来 卢先生果真是聪明人 那江南一带多富商 若是能在这淮酒府做出点名头 那才是长久的生意吧 而且我听说 言语秀楼同宁国公府 交情匪浅 坐 看来赵宋师这功课做得不错呀 吴先生意下如何 等此案了结 我设法替你在淮州府铺路 那就先谢个吴先生了 今天做得不错 我要的可不仅仅是钱啊 先生答应的事自会兑现 你且等着就是了 那我就等着吴先生的好消息了 吴先生今天这首釜底抽薪 玩得可谓是出神入化 今后 没人再会相信那令如蓝的话 一切 都在先生的意料之中 来 姐 您帮我一下 再加管 来了 就照着做啊 好嘞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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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快了 掌柜的 掌柜的 外面都议论燕雨秀楼那案子 可有什么结果了 若是现在他们出了事 那咱们可就 此事已成定局 很快就会结束了 燕雨秀楼平安无事 我先前就想 那吴连先生 怎么看也不像是干那种事情的人 现在看来呀 果真是无杠 掌柜的 您说现在当真是时风日下了 好好的姑娘家 怎么能拿这种事情诬告呢 硬是把自己一辈子清白给毁了 若是有天 你做了良心上过不去的事 你当如何 我 我也时一时迷上了 咱们这些做女儿身的 能好好活着便是运气 你去忙吧 对了 你上次提到的那个表妹 让她来吧 当真 先让她跟着学一阵子 若是能上手 就让她留下来 往后 我们皇纪扩大了 也是需要人手 我就说嘛 我们家掌柜的 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您放心吧 我那表妹啊 也是个聪明能干的 等她来了 我定让她好好干活 您方才说 要扩大皇纪 要如何做呢 光靠燕雨秀楼一家 怕是有些困难吧 自然不能只靠他们 所以我最近打算 再物色一些绣鸟 您要做绣装生意 咱们必须 要尽快想出别的出路 早点摆脱燕雨秀楼的限制 最多五年 咱们皇纪 一定要在淮州府 打出名堂来 到时候 就无需再忌惮燕雨秀楼了 我信您掌柜的 咱们一定可以 这么快可以 再渐take 怎么结束 这套一套 一套一套 走快快 只能够 走快 一套 走二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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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一夜也飞死了 生无常从今年 不甘忘 人都三间 晴天真儿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 长夜又等随 朝此生落落归 已无悔 一身正风吹落 一场城雪茫茫 何曾只有所想 心滇望 离心风双心 若不鲜 未了 一幕幕就回落 一夜也飞死了 生无常从今年 不甘忘 我们都三间 晴天 斩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